大家好 欢迎关注胡坎汽车 我是老胡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型 是别克的车型 别克英朗 很常见 但是这台车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它匹配的是1.0T的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现在福特和别克都用这种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从紫面上的数据不差 但是这种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个耐久性和四缸发动机相比 我们认为还是不如的 它一定会抖 前期采用那种什么轻轴涡轮平衡杆 可能抑制能好 但是从长时间使用 我觉得它肯定不如四缸的耐久性好 所以现在很多包括福特和雪佛兰 也开始继续俘活以前的1.5的四缸自锡发动机 这个选择不一样 但是现在小排量乌云增压 包括本田 宝马 还有别克都用 只不过现在有的是四缸 三缸是个主流 但是现在接受的程度和耐久度 确实是值得怀疑 这台车18年上牌 才跑了4万公里 18年8月 到目前为止才一年半 现在价格不到8万块钱 款式是足够新 令人生疑的是它这颗心脏 目前看没什么问题 动力也够 就是说 你说用10年肯定不如自习 但是用个三五条 它应该也不会太差 配置很全 就是六速手自一体 多气囊 ABS EVD DVD导航倒影 橙色也很新 几乎远起 不到8万块钱 你可以考虑 如果你喜欢三缸无论增压 这个可以考虑 款式是绝对的新款 别克的家族式的这种 两个小胡须的前脸 橙色也很新 颜色也不错 这台棕色的英朗 内饰也是以灰为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标准的别克风格 可以看一眼 这个车主自己加装了 大屏的导航和倒车影像 我们可以看一眼它的配置 多功能发向盘 带这个巡航定速 这边是音响控制键 自动大灯 电动门窗 电动后视镜 大灯高矮可调 手自一体的变速器 自动空调 天窗真皮 这都有 因为毕竟只行驶了4万公里 橙色很新 本地一手 内饰和外观都很新 这台车唯一的问题 就是1.0T的三高涡轮增压 你能不能接受 目前来看 使用起来还行 但是从长远来看 大家对它的耐久性 还是持怀疑态度 但是这个车年限短 里程少 车望好 不到八弯 你就可以拥有 车卖的肯定是不如四缸的多了 一个个性化的选择 如果您喜欢 可以来看一下 硬朗的后排空间 在同级车中 算是比较宽敞的 膝部空间两拳 头部空间应该有一拳以上 有后空调出风口 这还是不错 这个级别的车基本都没有中央副手 这个座椅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损耗很轻 因为FOX 儿童安全座椅都有 地摊高度不高 坐两人没问题 坐三人也可以接受 硬朗在没有用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时候 是别克的销量担当 一个月至少两三万 用涡轮增压以后 销量确实是下降的很厉害 现在它又把1.5自息的发动机复活了 这种车就是1.0T的 出来的时间不长 虽然说是从道理上讲 数据上看没问题 从长远看还有待于观察 毕竟现在是节能减排的年代 这个三纲涡轮增压 不光别克在用 很多都在用 至少在这个三纲涡轮增压这一块 别克做的还算是靠谱 价格也不贵 新车优惠力度比较大 二手也很便宜 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这台18年的英朗 这个外观都是 这个别克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 这个尾灯样子变化了 英朗GT 还有两项的XT 15T排气量就是1.0T的 我们看一眼这车的后备箱的容器 大家可以瞅一眼 目测400升左右 座椅可以2 3分之1翻开放倒 这个别克的备胎都是小尺寸的 橙色很新 毕竟跑了4万公里 总体来说 价格便宜 三高无论证 如果你喜欢 不到8万块钱就能拥有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